糖鸟病作为一种正在迅速扩展的慢性病,正在危害着人们的健康与生命。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警告,在未来几十年内,糖鸟病将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。 糖鸟病作为现代疾病中的第二杀手,其对人体的危害已次遇癌症。 糖鸟病大家都听说过,但说到糖鸟病病,可能知之甚少。 其实,糖鸟病眼病就是因糖鸟病所引起的一些颜科疾病。 糖鸟病眼病危害性相当大,不仅给患者身体上带来极大的痛苦,同时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 糖鸟病眼病有哪些发病信号? 糖鸟病是网膜病病早期往往无症状,很容易被忽视,但糖鸟们还是可以通过下面这些细节,来自查是否出现了眼病症状。 病人早期会出现势力减退,失误不清等现象,特别是夜间设立下降明显,或表现违禁是程度加重。 看东西出现充盈,又闪光感,眼前有发黑的雾气漂浮,如小球,小蝌蚪,此外,上肩下垂,眼球运动障碍,眼脏眼疼,视野缺症等,也可能是糖尿病眼病的症状。 出现这些症状,几乎所有的眼病都会发生在糖尿病患者身上,除上吐索式的白肋脏。 另外,还有青光眼,降膜病变,波动性趋光不整,红膜结状起炎,眼球运动障碍,玻璃体出现,视网膜病变等。 而且,糖尿病患者发生这些眼病的几率明显高于悲糖尿病人群,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见,最严重的眼部并发症,就是我们俗称的眼底出现。 其早期症状不明显,但是,一旦发生就会引起患者势力的减退甚至失明,是世界范围内重要的致毛性眼病。 糖尿病是盲膜病变,与哪些因素有关?糖尿病是盲膜病变的严重程度,与糖尿病的患病时间,长短和血糖控制情况密切相关,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。 是盲膜病变的发生率,将从7%,逐渐增加到95%,高血压,高血脂,肾病,妊娠,肥胖,吸烟都会加重盐也病变的发展。 只有这些高因素的病友,一定不要忽视糖尿病对眼部的危害,糖尿病炎病早期症状不明显。 但是,一旦发生就会引起患者顺利的减退甚至失明,且糖尿病是盲膜病变的所害却不可逆性,预防其发生是重要一环,那么如何防止糖尿病炎病呢? 01,血糖控制达标,糖尿病炎病中在预防,积极致糖尿病是盲膜病变的关键措施。 1,糖尿病发病时间越长,眼部所害会越严重。 对于多年糖尿病时的老糖尿而言,不仅要控制好血糖,还是要控制好血压和血脂。 02,避开墙光。 糖尿要注意避开墙光,如果阳光强烈,外出时最好打遮阳伞,戴太阳镜,太阳镜一定要选择有防止外向功能的。 此外,糖尿们还要注意别戴隐形眼镜,因为长期戴隐形眼镜,遇造成细菌生长,引起感染,又把眼底病变。 03,多做眼部运动。 糖尿每天做眼睛保健操,可加速眼部血液循环,极高眼球则是免疫力,眼管精壮体浑稠的发展,还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。 平时尽量不长时间看书,看电视,看电脑,感觉不眼疾牢厚,可愿窍视外,放松休息,与此,调整膳食结构,低延低至优质蛋白饮食。 注意补充叶黄素,研究发现,眼睛缺乏维生素和叶黄素,可导致多种眼部疾病。 糖尿们应多吃鲜鲜蔬菜和各类豆制品,适量吃鲜水果,叶黄素对视网膜中的黄斑有重要保护作用。 它的新鲜绿叶蔬菜,如菠菜,西兰花,甘蓝,玉莉甘蓝中含量比较丰富,还有甘橘类水果中含量较高。 05,避免剧烈运动,糖尿的视网膜新生血管壁薄和脆弱,容易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破裂和出血。 当头部的震动不大,或长时间剧烈运动,一以发波力体,视网膜出现异常,甚至导致视网膜脱落,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。 06,07,定期体检,糖尿病已经确诊,就应检查眼底,并保证每年一次检查。 这是尽早发现糖尿病眼病的最好方法,患糖尿病五年以上者,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。 对于异性内科学诊为糖尿病,即使没有眼部不适,也应该到眼科进行眼部检查,以后定期随访。 异性糖尿病患者发病五年后每年检查一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